好 但是他們即將出場了對不對 我們需要你們最大的尖叫聲 讓我們歡迎 Soul Da Vee 很帥氣 我們今天彷彿又要再來到這個小巨蛋的感覺 請叫聲 我覺得他們累了 大家好好休息 沒有啊 他們今天還是非常宏亮 從剛一叫到現在 但是待會才需要尖叫 因為表演的時候 表演的時候會更加尖叫 來 跟大家來打個招呼囉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蘇達綠 你看 尖叫聲不停 完全不停止 好啦 真的非常開心喔 蘇達綠帶來全新的這張專輯 那我們的維瓦地計畫來到了第三架 好 來 請 清波 你好 嗨 要講什麼 來 介紹一下這張新專輯 看到這麼多各位朋友是不是 剛沒有聽到你的問題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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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我們今天是這張專輯 在宣傳第二天 所以還不習慣要介紹這張新專輯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屬於埋頭苦幹的狀況 所以要拿出來是有點害羞 對 這張新專輯也埋頭苦幹了四年耶 沒有啦 前面有先做一些別的事情 對啊 這張專輯呢就是 是承接春夏的兩張專輯來到秋天嘛 那秋天我們的主題呢是在北京 為什麼會選在北京呢 是因為秋天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在夏天跟冬天中間一個交替的很魔幻的季節 那北京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神秘的城市 因為它雖然是一個大城市 但是在這個城市裡面呢 有很多的新舊交替 然後有很多人懷抱著夢想來到這個地方 但它不一定會實現 所以在秋天裡面呢我們有惆悵也有豐收 那在秋天這張專輯裡面也有很多古典文學 跟民間樂器的部分 那剛剛講到那個北京這個故事啊這個地方 你就覺得你有講到說有一點那夢想 然後不見得會實現 或者是有一點點惆悵的感覺 難道這幾張專輯都帶有濃濃的惆悵感覺嗎 我剛剛有說也可能有豐收的感覺 豐收 是 是 秋天是一個有很多很多各種不一樣情緒跟面貌的季節 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在9月的時候 我們在秋天這張專輯會怎麼樣呈現我們心目中的秋天 是 所以秋然後這張後面的dash是故事 所以你講的是很多很多的不一樣的這個故事 包括了這些故事 其實有些歌詞在還沒有發行專輯的這些日子 幾乎一天就有PO一個歌詞在網路上面跟大家分享 你為什麼想要用這種方式來跟大家分享那樣子的歌詞呢故事 其實也不是這一張啦 我們每一張其實都是這樣 算是一個傳統了吧 對 所以大家每次都在Facebook上面就開始一直在期待或一直在等待 你每次一直發表的這個故事的歌詞 其實這個傳統是從PTT開始的 鄉民對不對 對 我們一開始其實是在PTT上面會做一些預告宣傳 然後因為在那個上面其實也是有很多人會同時上線 那因為PTT是一個文字交流平台嘛 對 所以我們大概一開始就想說 如果先能讓大家從歌詞去感受一下我們想表達說的感覺 那從PTT上面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傳播的工具 對啊 而且這次歌詞我覺得很不一樣的是 你看到不只是這樣子一個比如說文字 只是電腦文字的分享而已 或是你的文字的分享 還有包括了那個繪圖的部分 甚至還有MV也有這個繪圖的感覺 這也是聽說你找了一些怎麼樣子的朋友一起來完成的嗎 因為其實這張就是有很多人的故事嘛 那我們想說用一個繪畫的方式呈現更多的故事的畫面的感覺 那其實這些都只是輔助啦 最重要的還是我們重頭戲就是音樂 所以就是希望製造大家對九月我們要發展 這張新專輯有更多的期待 哦 是是是 有看到了很多很可愛的圖案 或者是很有意思的圖案 包括天天青狼那個MV 最近我在網路上面看到了 蛤 怎樣 蛤 那個也不算MV啦 它就是一個試聽的影片 哦 所以它是一個試聽的影片 之後還會再有不一樣的感覺 沒有 因為那歌不會打 所以就是先讓大家聽 就讓大家聽我們不會打的歌有多好聽這樣子 哦 OK 而且我讓大家聽一下 哇 連不會打的歌 那影像都好好看喔 沒在怕 因為每一首都很好聽 超好聽對不對 不好聽不出 當然每一首歌一定都好聽 不然的話怎麼會有那麼高的銷售量 這個從專輯的主打歌那時候一曝光的時候 不管是在電台或各大通路或在媒體當中 大家聽完之後都非常非常有感覺 那這一次我覺得包括了像企劃的部分 清風也有參與了一些些的部分 然後包括了阿龔我知道的是 你那個弦樂的部分也很不一樣 這次也是 你是不是當兵回來 當兵回來第一次參與的這個 最接近當兵回來的是阿福啦 對 不過對我們兩個來說就是重新 弦樂的部分 終於 怎樣 蛤 終於又有一個那個 對 因為上一張專輯我沒有參與 對啊 我沒有參與他們的宣傳行程 那這是你的那個 沒事啦 沒事 所以我就等於說我躲過了一次 宣傳行程 對 所以這次他們說什麼話都要給我講 真的嗎 你剛剛也沒有很複製的講多話 因為我發現他在清風講得很好 所以你要cue他 他在抱怨 對 他剛剛在抱怨就對了 對 你好久沒有在宣傳專輯 都不cue我啊 對啊 剛剛表情非常不願耶 所以你趕快cue他 他 你第一次參與製作 有沒有感覺 好敷衍的感覺 好敷衍 好 分享一下 給他感覺一下 心情好不好 喔 真的是非常開心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秋天是很 有些人在秋天會感到很惆悵 但秋天是很多開學的技術 真的 對 所以也是有開始的技術 所以 更惆悵 開始 更惆悵 更惆悵 所以我覺得會有很多面向 然後看歌曲有每一個部分 好 所以讓大家去尋找 對 聽到專輯的時候 對 非常的有感覺 交給他們了 交給你們了 好 九月份的時候 你們要去Longestay 在北京Longestay對不對 然後會有連續三個禮拜 有六場的Live演唱會 會在北京展開序幕 那北京這三個禮拜的Longestay當中啊 你們有沒有各自想要去探尋一個 什麼樣子的旅遊計畫 或什麼 怎麼度過這二個禮拜的Longestay呢 應該是沒有什麼旅遊計畫吧 因為工作計畫看起來滿滿的 所以可能就是寓教娛樂一下 好 是 在工作裡面盡量排一些外景啊 或什麼 順便可以玩一下這樣子 是 是 是 然後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Live House 我們都在台北嘛 對 就是希望這次去把 就是這幾年在台北的經驗帶去北京這樣 OK 看台北的朋友不知道會不會想我們 會嗎 因為我看他們也還好 因為我看他們也還好 你知道他們現在就是看慣小巨蛋 他們也不在乎這些東西 欸 我們今天是比美小巨蛋的規格欸 對不對阿福 對啊 哈哈哈哈 阿福真的是 很肥爛欸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